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7日 星期日 中國老修成路 因為佩洛西訪問台灣 令到他很沒面子 佩洛西走了之後 中共是被國內的網民罵了 怎麼辦呢 唯有搞一些軍演 出來 恐嚇台灣 但是 反而使得中共的軍隊成為世界的笑柄 大陸官媒不斷吹噓他們的導彈有多厲害 又說可以航母殺手 又說可以怎樣怎樣 結果 射了十多顆導彈 竟然有成半打到日本的經濟專屬區域 12海里的經濟專屬區域 基本上那麼不準確的 這些技術 成為世界的笑柄 日本 現在 口頭抗議 如果日本收了獻之後 根本就能打仗 而且 中共這次軍演 除了觸怒到日本整個東盟 整個東南亞之外 七大工業國的外長 連署譴責了中共 現在這場鬧劇究竟如何收貨呢 其實 已經是很難搞了 因為 解放軍 大家也知道 他們的導彈只能夠炸死海上的魚 我們會看到網上圖片顯示 大量的死魚浮上沙灘 因為 被解放軍的炸彈炸了在魚上 拿著導彈來射海 多不少炸死魚了 除了炸魚之外 也就是被台灣網民嘲笑 你們除了懂得炸魚之外 就沒有其他事情做的 你們也學了英國人 喜歡吃炸魚薯條 不過他是爆炸的炸 你看到 共軍 基本上 他們的一舉一動 原來被國軍看得到了 官媒 看到他們的軍演大入第三天 持續大力的 吹噓他們的厲害東西 誰知道 解放軍 公佈了台灣 海岸線 因為他們說他們的船艦到了台灣海岸線 不過 有這些花蓮的 賞瓶船 就在社交媒體出帖 就說看到這些照片 其實大家都在笑 為什麼 原來 覺得這些大陸是匹徒 根本 沒有這樣的事 大陸媒體發佈解放軍演習的照片 官兵站在艦艇上瞭望 台灣的海岸線和山脈清晰可見 國軍的蘭陽號巡防艦就在前面 究竟是怎樣呢 被人踢爆了 賞瓶業者鋪文寫著 應該是我們不太無證業了 這兩天 有幾張照片傳得沸沸揚揚揚 說什麼軍艦在外頭 照片 很貼近和平發電廠 希望跟我們求證一下 檔案一打開 船長們都笑了 為什麼呢 業者指出 忙碌的下跪 船長每天由朝到晚都出海 從漁業電台到漁民之間的情報糊通 賞瓶路線的範圍 北道崇德 南至海岸生物 如果海上有任何動靜 不要說軍艦 連軍艦鳥也會 互相回通知 業者強調沒有任何的異狀 沒有見到軍艦 愚民就在消遣話 除非他們是隱形船 不知道誰那麼認真P圖 請大家不要 搞亂七八糟的P圖 影響我們旅遊的兄姊 因為早上8點半的航班 他們又出現了 其實 就是說解放軍這張 是P圖來的 然後 行內人紛紛加入 找破綻 他市站在海上嗎 他到底有多場才能 在海水及腰呢 人物欄杆高對比 艷陽天拍照 意思是說 共產黨那張是P圖來的 根本 不是真的 即是解放軍 那張完全是P圖 老實說 共產黨 造假大家都知道 竟然 他說解放軍的軍艦迫近台灣海岸線也是假的 被台灣 燒到 無地自容一洞 繼續說下去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其實台灣的民眾 對於解放軍包圍台灣軍演 不以為然 因為他們心想已經知道你是留下來了 沒有一樣是真的 原來 台灣的國軍 完完全全都掌握了共軍的行蹤 海巡署 以及海軍 其實完完全全都看到了 台灣的 空軍 空軍和海軍指示 中國官媒 前天發佈很多將中共軍艦官兵 在甲榜上跳望我國軍 艦艇的監控照片 引發各界真而真偽 國防部 在下午公佈 海軍康定級敵化軍艦在東部海域監控中共軍艦的照片 並強調 千真萬國 不是P圖 即是 中國軍演的就是假的 我們看著他就是真的 中國官媒新華社發佈軍演的訊息 以及有關的相片 其中一張相片就是中共水兵 在軍艦甲板上 拿著望遠鏡看著國軍的艦艇 監控情形 根據相片顯示 執行貼近監控的共艦任務的我國軍艦 是 洛克斯級飛彈巡防艦 南洋艦 背景是東部海岸線 遠方白色處在物據說是和平發電廠的演通 但這張相片 是中共水兵監控的位置不是朝著我軍 有很多疑點 被我國網友質疑是P圖 國防部下午主動發布一張圖 題為中華民國海軍嚴密監控共軍船艦動態 指出因應中共軍艦侵擾我周邊海域 國軍除了第一時間廣播警告之外 海軍艦也同時嚴密監控共艦的動態 張相片指出 圖片是我軍 敵化軍艦在東部海域的監控場面 圖片是海軍軍官 在艦橋裏面 肉眼可以看到中共的軍艦 並在共艦旁邊標準,千真萬確,不須披圖 就是說 全程都閃光影視一監控局,觀察著你 你 不可能在這個角度拍到別人 人家就能把你拍到 好啦 不單純這樣 其實 國軍 比掩穫接著 所有共軍 好了 當然 解放軍的軍演 對於台灣的市面 一點影響都沒有 日媒《產經新聞》的台北分局局長矢板明夫表示 在5日 上午他去北市世貿一館採訪台灣美食展 會場上人頭湧湧 熱鬧非凡 基本上沒有人在乎 共軍的飛機和飛彈 這些情景中國沒辦法想像到 此版明夫在facebook上表示 解放軍圍繞台灣的軍事行動正在演習 但是台灣民眾 生活 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他們一如以往 周圍 逛街 台灣美食展 也是一樣 幾乎沒有人去理會任何的飛彈 演習 會場上匯聚了各種台灣的水果 小食 海鮮 琳瑯碗木 還有不少外國的食品參展 日本駐台大師 傳譽泰帶著幾名日本外交官 前來為日本食品宣傳 總統蔡英文也出席了開幕典禮 他在美食展開幕時支持 常規生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對於中國的實彈演習 政府單位沉著應對 全體國軍第一線守護 令到生活正常 感謝國軍兄弟姊妹 獲得了全場熱烈掌聲 大陸一定沒有信仰到 為甚麼台灣完全全不怕你 因為你是留的 人家也不用做甚麼疏散 知道你是留的 其實大陸 他們自己也知道 因為大陸進行軍演的時候 現場 有很多人的游人在海灘 他們就這樣射導彈上去 基本上 那個就是空彈 不然一定要清場 一定要遜散 即是疏散當地的人才行 你想想 中共演習也不疏散 很明顯就是射空彈 根本 跟放煙花是沒有分別 所以人家根本就掌握了你的資料 證明你沒有了道 中共越是做這些 越是出醜 加上 他這樣包圍人家的時候 激起了東盟 以及日本的反彈 這次 是真的 搞笑 以及成為世界的笑柄 不知道習近平這場猴子氣 還想繼續做多久 不過 無論如何也好 大陸不斷吹噓這次軍演的成果 台灣也有一些親共的媒體 不斷煽動恐嚇 說台灣人 很恐慌 其實一點也沒有 台灣股票也沒有大跌 反而還升了 這個 其實 中共對台灣這種恐嚇 基本上已經不照顧了 台灣人也沒有人理會 所以 這次出醜就一定是事實了 我們 接下來我們會跟進台灣軍演的情況 以及台灣最新的局勢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